好 各位同学 那么现在我们正式开始这节课的内容 之前的课程里面我们实现了Token令牌的获取 但是我们只讲了实现 我们没有讲它的一个具体的应用 这个大家不要着急 后面令牌肯定是有用的 而且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这节课就稍微的轻松一点 我们滑滑水 把我们之前的有一些简单的接口把它给补一下 因为我们是要去开发一个真实的项目 真实的项目不管接口简单还是复杂 我们都是需要把它给写完整的 这样的话大家也可以给大家留一个充分的时间 大家可以再好好的体会一下我们的Token令牌的获取 我希望大家不要只是局限于这个代码的实现 一定要把这个思路给打通 你在PHP里面 你在PHP和TP5里面会实现这样的一个Token令牌 那么如何衡量自己是真正的掌握了这个Token的意义呢 那么就是说你换一个框架或者换一个语言 你一样是可以来实现这样的一个Token的 甚至是你可以根据你的业务的一些变化 去对这样的一个Token令牌的获取 去做一些附属或者是说是扩展功能 好然后在编写这个代码之前 我们对上捷克这个令牌的时候 我们不是使用了一个缓存吗 把这个令牌它的一个key value存到这个缓存里面去了 然后我们可以简单的看一下 TP5的这个默认的缓存系统 它是存在什么地方的 看一下 应该是在runtime下面 对 在这个根目录下面有个runtime文件夹 然后上面有个catch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下面的这些文件夹 都是我们所存储的一个缓存 你可以随便找一个看一下 这个具体的文件这里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缓存的存取 是通过这样的一种形式 这个给大家简单的扩展一下就可以了 好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代码里面来 好那么我们看一下 我们现在呢要来写哪个接口 我们的这个项目里面 我们点击某一个商品的这个说略信息了之后 是可以挑转到这个商品详情信息里的 对不对 好那么我们现在呢就要完成这样的一个接口 这个接口呢就是获取商品的详情信息 好 好那么和商品相关的呢 我们把它编写到这个product这个模型里面 首先呢我们来这个product的控制器里面 来添加一个接口的入口方法 我们叫做public function 好我们呢定义成get1 然后呢这个毫无疑问啊我们需要接收一个商品的ID号 接着呢我们啊定义路由 好我们把它放到这个product的这个团队就里啊 然后呢它对应的这样的一个控制器的方法呢 好看一下啊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好没有问题啊 好然后呢我们啊 然后呢我们啊来验证这样的一个ID参数啊 之前呢已经写好了 6ID must be positive it go check 接着呢我们啊新建一个这样的一个product的模型啊 在module里面新建 应该啊已经新建过了 已经新建过了啊 我们直接在这里写就好了 好然后呢我们啊在这个模型里面呢 定义一个方法 get4.xdtime 然后呢它接收一个ID参数 好我们现在呢就要在这个get product的detail方法里面啊 来实现我们的这个查询逻辑啊 好这里我说一下啊 我们的这个get product的detail接口啊 它的这个查询逻辑呢可能有一点点的复杂啊 大家注意听 我们呢要写这个接口啊 还是呢先要到我们的产品里面啊 把我们的这个接口啊 它的模型的关联呢先要分析清楚啊 我们看一下 我们说了啊我们的这个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的啊 这样的一个商品的话呢 它的数据是不全的啊 但是呢我们给大家啊准备了一个数据非常全的一个商品啊 看一下是哪一个啊 这个啊 这个啊 杨梅这个 好 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啊 呃 数据 好 那么啊 这个商品的详情里面的信息啊 我们呢有三大部分啊 第一大部分呢就是上面的这一部分啊 它存储着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商品的基本信息啊 比如说商品 商品售价 商品库存等等啊 这是一方面 第二个方面啊就是啊 我们的这个商品详情啊 商品详情这里啊 大家可以往下看一下啊 这里有很多个啊 这个啊 商品详情呢是由啊 很多个图片啊 组合在一起的 特别注意啊 这里呢不是一张图片啊 等会我们说为什么这里是很多张图片组合 在一起的 嗯 很多张图片我们可以证明一下 给大家演示一下 看一下啊 调试这里 然后选这个WF3拿了 然后这里呢我们可以抓取一下看一下 看见没有 这是一张两张 三张四张五张 很多张啊 图片 拼合在一起 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完整的商品详情的UI 好 回来 好 我们再说啊 第三部分啊 第三部分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产品的参数啊 一二三啊 总共三部分 然后呢我们啊 到我们的数据库里面来看一下啊 这三部分呢 是如何在我们的数据库里表示的 好 我们到我们的数据表里了 首先呢 我们还是看product的这个表啊 product的这个表里面呢 首先呢 它有最上面这有一张图片 对不对 这个呢是属于它的基本图片啊 基本图片这里呢 我们说了啊 就是这个 NinImageURL啊 我们呢 说了这个地方呢 是一个冗余 同时呢 它有另外的一个 ImageID呢 是可以啊 指向这个Image这个表里面啊 好 这个基础的图片呢 我基础详情图片呢 我们就不说了 我们重点看一下啊 我们刚刚说的第二部分 这样的一个商品详情图片 某个商品的商品详情图片啊 是存在另外的一个表里面的啊 这个表呢 叫做product的Image 我们看一下 好 那么现在啊 大家告诉我啊 product和product的Image 也就是我们的商品和商品详情图 它们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啊 是一对一 还是一对多 还是多对多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啊 一个商品可以包含多张 这样的一个商品详情图片 我们刚刚已经演示过了啊 是多张 那么啊 一张这样的一个图片呢 只能啊 属于啊 某一个商品 所以说他们之间啊 是一个一对多的关系啊 呃 这个呢 是毫无争议的这样一个一对多啊 因为呢 你这个商品详情图片啊 它肯定是和你商品本身相关的啊 所以说呢 商品详情里面的某一张图片呢 不太可能啊 是属于另外的一个商品啊 典型的一个一对多 好 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再看一下啊 product和product的一密集之间呢 是一对多的关系 但是呢 在product的一密集这个表里呢 并没有啊 直接去存储这样的一个 呃 图片的地址啊 同样呢 它是通过这个一密集ID啊 关联的这个一密集表 从而呢 间接的呢 拿到这个URL啊 好 这个呢 是他们的一个呃 关系啊 呃 我们在用模型 查询数据库之前啊 一定要把他们之间的关系给分析清楚啊 否则的话呢 这个模型呢 你是呃 模型之间的关联的 你是写不了的啊 但是呢 这个呢 也没有这么难啊 很多同学呢 可能觉得可能是因为不太适应这样的一种思考方式啊 呃 你拿这个例子啊 多分析几次啊 你自然就会熟能生巧啊 其实呢 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难啊 习惯了和熟悉了之后就很好分析了 好 呃 我们还有一个第三部分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商品的啊 产品参数啊 产品参数这里啊 从这个product的一密集是一样的啊 我们呢 是把它存储在这个product property这里啊 这个呢 同样啊 它和product之间呢 也是一个一对多的关系啊 这个呢 我们就不再赘述了 好 那么分析清楚之后啊 我们呢 再到我们的这个代码里面啊 product的模型里面 把我们刚刚所说的两个模型的关联呢 给定义出来啊 好 第一个关联啊 public function images 这个images啊 就是我们的商品详情啊 它呢 我们说了啊 是一对多的关系 例子 一对多怎么定义啊 还是男人啊 好 模型是什么 它关联product的一密集这个模型啊 我们看一下product的一密集有没有啊 还没见是不是 我们先写在这里啊 好 那么第二个啊 它们啊 product的product的一密集之间啊 是靠这个product的ID关联在一起的啊 然后最后一个呢 ID好啊 好 那么这个啊 一对多的关系呢 我们定义完了 好 然后呢 我们说了啊 还有一个是商品的属性 对不对 也就是我们说的产品的参数啊 这个地方我们复制 然后把它改一下 然后呢 它同样呢是一对多的啊 类似还是男人 这个地方改一下啊 product的property 好 然后呢 它们呢 也是通过product的ID关联在一起的啊 后面是一样的 好 那么啊 这个product的一密集和product的property啊 这两个模型啊 呃 被我们这个product的关联的这两个模型啊 我们还没定义 对不对 我们呢 需要把它给定义一下 好 product的一密集这个模型 好 我们需要继承一下啊 extend this model 好 在这个模型里面啊 我们呢 直接啊 把它所需要隐藏的一些字段呢 在这里定义好啊 它要隐藏一个把imageID product的ID和deleteTime呢 都隐藏掉啊 然后我们还要定义什么啊 我们刚说过了啊 product的一密集啊 看一下啊 product的一密集啊 它呢 它呢 和这个一密集之间啊 还有一个模型的关系啊 所以说呢 我们啊 要把它和一密集表 这样的一个关系呢 也给定义了啊 好 定义一个关系啊 叫一密集url啊 它呢 和我们的product的一密集之间啊 是一个一对一的关系 好 product的一密集这个模型呢 我们定义完了 接着呢 那我们要定义这个product property 好 同样的啊 extend base model 好 同样的啊 把它的 hidden 隐藏的一些字段呢 把它给在这里写出来 然后呢 这个product property里面啊 它没有和其他的模型有关联 所以说这里呢 就不用定义了啊 好 那么写完之后啊 我们还是继续编写 我们的product的这个模型啊 好 我们可以直接写一下啊 product 然后呢 nial 关联对不对 关联什么 第一个是个关联 我们说的这个images模型啊 好 images模型啊 关联完了之后呢 我们还要关联一个什么啊 还要关联一个 properties模型啊 好 好 然后呢 我们啊 放着 把id号传递了 最后呢 把我们的product 这里不能加s啊 它就是单一的商品啊 我们用单数不要用输出啊 product 好 那么咱们写完之后啊 到我们的console上面的 接口方法里啊 来调用一下 好 定义product的变量啊 我们现在呢 把这个use引一下 有没有引进来 product的model 有啊 product的model已经引进进来了 我们在这里直接使用 那书搞怎么打出来了 product的model 然后呢 是该product的detail 对不对 好 id抢进来 然后一样的啊 判空 如果product啊 没找到 我们呢 发出一个异常 newproduct的exception 好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product的exception里面的信息啊 呃 它 我们定义的默认信息呢 确实是指定的商品不存在啊 所以说这里呢 不需要传餐来覆盖默认参数 好 那么啊 如果呢 找到的话 我们就把product的反合回去 好 好 那么这个接口编写完成之后啊 我们还是来测试一下 呃 接口的地址啊 这里就不多说了啊 我把它已经写在这里了啊 呃 唯一 product啊 然后呢 我们传入的ID号是2啊 查询ID号为2的这样的一个商品 好 然后呢 我们放到我们的这个postment里面啊 触制一下 好 然后这里呢 会报错啊 我们看一下报什么错啊 cultural member foundation urgling without online 好 这个呢 是我特意的啊 把这个错误给放出来的啊 因为呢 有好几个同学啊 遇到了这样的一个错误啊 所以说呢 我在这里啊 把这个错误呢 特意的放出来 给大家加深一下印象啊 呃 这个错误呢 不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错误啊 如果你要去调试它的话呢 你可能啊 要跟着这个代码的层次是比较深的 好 我们说 直接说一下这个地方错误的原因啊 因为我是跟着圆满之后呢 发现了这样的一个错误啊 错误的原因呢 还是在于这个地方啊 嗯 modal product 其实也没有什么啊 呃 错误的原因就是啊 有有些同学在这里啊 定义关联属性的时候呢 没有return把它返回回去了 如果你没有返回回去的话呢 就会报 刚刚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个错误啊 好 我们现在呢 把它加了return啊 返回回去了之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 好 成功的获取到了我们要的结果啊 嗯 你像这样的一个错误啊 总是很好找啊 因为那第一个它的提示呢 不是这么的明显啊 它实际上来说的话呢 是符合语法语法规范的啊 调试的话 如果呢 你是不符合语法规范的话 这个就很容易找了 但是呢 那个地方 如果你没返回的话 它是符合语法语法规范的 那么你需要往下跟啊 跟到跟到后面呢 你再反回来才能找到这个错误的原因啊 但是其实呢这个还是因为初心啊 因为呢 那个地方确实是要return返回回来的啊 好 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这节课呢 就先讲到这里啊 看起来好像啊 我们的这个接口查询啊 和我们之前的一些 模型的关联查询呢 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啊 但是呢 我要借着我们的这个事例啊 给大家讲一些啊 比较零散啊 又比较重要的一个一些细小的知识点啊 下节课呢 那我们会讲一个常见的一个错误啊 这个错误呢 谈不上啊 这个错误的解决法呢 谈不上重要啊 但是呢 如果你不了解这个知识点的话啊 那你去解决问题的时候呢 还是真是有 还是真是有一些困难啊 好 那么我们下节课具体的再来讲 好 同学们 那么我们再见